一个对丈夫已经彻底失望的女人 她会做到四个步 第一 不吵闹了 以前受委屈了 她会哭 会作 会闹 甚至跟男人提离婚 因为还在乎 现在呢 眼泪哭干了 心伤透了 反而不闹了 也不提离婚了 你觉得她成熟了冷静了 其实她只是觉得 你这个人都跟她无关了 她懒得跟你闹 有吵架的时间 她还不如悄悄努力 给自己积累离开的资本 第二个不依赖了 以前大事小事 她都会找你拿主意 跟你商量 现在什么事情 她都不找你了 因为她想明白了 你靠不住 所以小到换灯泡 修电器 大到孩子的教育 她都不指望你了 第三个不关心了 以前她总是唠唠叨叨不停 嘱咐你啊 带伞啊 都穿衣服呀 问你 你是不是加班呀 你急点回家呀 跟谁在一起了 现在这些 她统统不关心了 这个家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无所谓了 你什么时候走 她也不拦着了 第四个不亲密了 她以前还总喜欢 跟你有肢体接触 现在不关不主动 你想亲她 她都会下意识 用手这样挡一下 你跟她说话 她会下意识 把头扭过去 你想跟她亲近 她会告诉给你 今天身体不舒服 今天累了 下次再说吧 你要知道 爱不是一瞬间消失的 是一点一点磨眉的 一个女人会做到 这四个步的时候 说明她已经经历了 无数个心碎的瞬间 才下定决心 不再爱你 开始准备 彻底离开你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